小朋友没有足够的睡眠 除了影响学习 更加可能长大之后 容易中风或者心脏病 中大研究显示 睡小过7个小时的青少年 颈动物的内膜会增厚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同有家族遗传 有高胆固顺义童的风险相弱 陈威英报道 上堂督眼睡 没心机 不够睡的影响 谁知道这么简单 中大2012到2015年 记录了142个10到17岁的青少年 连续一个星期的睡眠时间 和量度它们颈动物最内层 和中层的厚度 即是CIMT 发现四成人每日平均睡小过8个小时 睡得越小 CIMT就越厚 导致血管收窄甚至闭塞 一个大人的CIMT 每增加1毫米 幻想心脏病或者中风 等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在一般人的大约2.5倍 每增加0.1毫米 因为这类病而死的风险 就会上升1到2成 研究发现青少年睡得7个小时 或者更少 CIMT是0.49毫米 比起睡多过10个小时的人 厚0.05毫米 日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和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小朋友差不多 睡得最少的青少年平均每日只有3个半钟 CIMT是0.54毫米 你自己以为自己没问题 但是就因为你睡得不够 你的风险现在和其他有病的小孩 是已经可以平排到 小孩现在已经酝酿的这个问题 可能20年后已经很大件事 医生说睡少了 除了多了机会吃东西 还影响荷尔蒙分泌 令人吃得更多高热量食物 脂肪代謝降低 个人累又动少一点 加加迷迷就会令到血压 血脂、内脏脂肪都上升 最终令到CIMT增加 医生建议这些青少年 要睡多一点 同时改善饮食习惯 最终是否可以减低CIMT 暂时未知 但起码不要再恶化 有线电视记者陈慧欣报道